最近几天,李湘老公王月伦被放一次出轨。 今年六月底,王月伦被拍到与某女子一同吃饭,饭后还在附近一家酒店里待了三个多小时才返回车上。 消息一出,王月伦立刻拼摇,瞎掰,是朋友女朋友,可第二天又有新一波证据被放了出来,王月伦还被拍到搂了一下朋友女朋友的腰。 随后李湘丝毫没给老公留面子,霸气的在微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。 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,滚蛋,这次李湘可以说非常生气,真的发飙了。 李湘的这种回应方式,不仅巧妙的证明,这是女生,的确是王月伦朋友的女朋友, 而且对自己老公与其他女人为保持足够的距离的行为,进行了有力震慑。 大有成前辟后,以锦绍游的意思,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,既没有让自己免气吞声,又将写了智慧。 王月伦再次发微博求声,郑重,自己最爱的人是老婆李湘,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她的事。 恐怕经此一事,王月伦估计日后在对待异性这个问题上,必定会尽小顺威了。 其实,李湘在婚姻中寸步不让的态度,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,就连女儿王诗玲都说要钱跟妈妈拿,因为爸爸没妈妈钱多。 王月伦自己也曾自爆过,自己很可怜,无论在哪儿的干嘛,一个电话必须回家。 孩子瀑布经常被李湘关在门外睡一夜,王月伦说家里大事听她的,小事听李湘的,但怎么区分大事小事,还是听李湘的。 讲真,李湘为伯发表给了孙国军不小的启发,女人在婚姻里,真的该霸气一点,无论明星还是素人,许多女人在遇到老公,恋人出轨或被叛时,都会选择默默隐忍。 如今的婚姻除了感情以外,总会掺杂尽一些其他的因素,金钱,地位,孩子,父母,在这些面前,有些女人会变得未手未脚。 婚情以为自己会自以洒脱,婚后出现问题时,想想金钱,地位,孩子,父母,越想越含糊,越想越洒脱不起来,最终只能选择委屈自己,通过心事宁人,打碎了牙绑肚子里叶的方式让对方软着陆,委屈求全的维系眼前的生活不是不行, 但众多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,却如政策有时会让自己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。 在两性关系中,女人越隐隐退让,男人就会越隐性暗威,如果让对方毫无代价的一次次见到你的底线,那你在他眼里终将变为没有底线,从而一步一步迈上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面对婚姻中的原则问题,李湘表现得有理又利又竭,因此成功开乱,无独有偶,数年前,陈小春老婆林彩儿,微博发表事件,的前因后果,竟几乎与这次如出一辙。 当年英彩儿发现有一个女人总给陈小春发一些暧昧小短信,于是英彩儿直接在微博上开对,哪个女的敢再发些奇怪的短信或照片给陈先生,我就微博发你名字和电话,听到没? 随后,陈小春默默的回应,我爱我老婆,让老婆这么一闹,估计山鸡哥就算之前是有罪心没贼板,现在也变成连想都不敢想了。 后来英彩儿在综艺节目里也说,自己是个不好热的妻子。 不仅如此,英彩儿还曾在演唱会上对陈小春大胆施爱,这样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。 七一,告诉其他女人,敢勾引我老公你就麻烦了。 七二,告诉陈小春,敢勾引别人女人你也麻烦了。 但英彩儿的强硬并不是三坡,该霸气是霸气,该温柔是温柔。 经营婚宁就像做饭,话号拿捏好,才能hold住山鸡哥这样的男人。 其实,不光是面对出轨和暧昧,女人还应该再处处宣示自己的底线。 比如松火运同事的老婆,在第一次发现老公抽烟时就明确表示,如果再让我闻到你身上有烟味,你必死。 于是我这位同事从此再也不敢抽烟了。 所以,底线是要自己捍卫的。 你婚宁的幸福与否,完全取决于你的姿态,而如何才能有捍卫自己底线的排面呢? 当然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,更加优秀。 比如李香和英采儿,自己本身就是优秀的主持人和艺人。 不用好一副男人就能生活得很好,所以他们才能洒脱的说对就对,说标就标。 反正,假如你一位依靠老公,吃男人,喝男人,那你怎么会有宣示主权的底气呢? 总之,如同李香之旅王月伦,英采儿之旅陈孝春,女人不论在婚姻中面对多大的困难,痛苦,无助,都不该失去自己的底线,否则只会让你越来越糟。 婚姻从来不是男人的自留地,女人也从来不是男人的附属品。 就婚姻而言,幸福婚姻的第一前提就是平等,双方不论是谁,都应该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。 女人啊,在婚姻里,不能从今月话题,讲讲你和老公发飙的经历吧。 文字毛里图片网络,发现更多关于好生活的灵感。 关注中国者就无聊,人文艺术生活。 Learn more,Contact us,S-O-N-G-G-O-O-L-I-F-E-I-K-L-I-F-E-W-E-E-K-C-O-M-C-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